阿美族很有肩膀的个爸 年轻人的好朋友陈凯伦 我是艾美 很想念你们 真的是非常的欢迎艾美老师 就是从国外 频频的不断的去宣位 以前叫乔包 现在是宣位福音了 对对对 我们小时候都是宣位乔包 不然就到金门马祖前线去闹军 现在那个已经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现在变成福音歌手 走遍天下 国际化 国际化 这次回来的心情跟上次什么不一样 这次回来 比较沉重一点 为什么 又要上凯伦老师的节目 别这样子 我给了你压力了 对不对 逼得你要去找原名歌曲 我跟你讲 我没有看过像你那么认真的人 我觉得认真的人 你要跟他相处的话 你得要有一点东西给他 要不然人家会觉得你太随便了 你一点都不随便 而且你真的是每次给了我很多的阿美族或者其他族群的音乐文化的修养 真的我也是跟你学的 真的 有吗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去找这些资料呢 这首歌东方日出这首我特爱的 我还在想说我哪天要把它学起来 是好听 这个女生真的唱得很好 她我上网去看她 她好像在不同的地方也都路过 她叫吴美亭 对 你知道我后来怎么知道的 唱好 她唱得真好 而且真是天籁 对各位有机会上YouTube去看这个女生 难怪有人就打字开始问了 好棒的声音 是哪个部落的鸭子 她讲鸭头 哪个部落的孩子 结果她是哪个部落你知道 不是阿美族吗 然后就说 奇怪了 明明就是排湾族 怎么又变成阿美族了呢 我正好就想问一下我们的 哈哈 爱美老师 其实我不是很认识她 但是她 看得出来吗 那个轮廓的感觉 我觉得她的样子应该不是阿美族了 我觉得了 所以人家才会打那个字 那个网络上说 明明是排湾族 怎么变成阿美族 就一定是有人说她是阿美族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首歌好好听哦 我想 跪求和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年轻人讲的 你听得懂吧 嗯 你知道这么多歌的当中 我很少说听了一首歌之后 就想学它的 因为她那首歌的旋律 不管是什么 就会让你觉得 让你飘到一个地方 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跟前面那个不一样 对 跟前面那首歌不太一样 嗯 这首歌我蛮喜欢的 请问一下 嗯 难道这首歌 不管是日出东方 或者东方日出 您小时候没听过吗 没有啦 我在想这首歌 是新民谣吗 我觉得应该是 说不定哦 应该是 他反正打的都是阿美族民谣嘛 可是如果连那个爱美老师 一路唱下来二十多年的人 都没有感觉的话 就是新民谣了 你问我真的是 我闻谁啊 你问我 我闻谁啊 我不太懂 其实这首歌听起来是 有点古谣的味道 是 但是呢 不竟然是 就是以前的那种歌谣 嗯 对 他还是有现代一点点 嗯 这个不错 对对对 而且 唱歌的人更好 对 如果他真的名字叫 吴美亭的话 他们是应该属于一个 新一乐乐团里的 吴美亭 是是 如果是他的话 就是让很多听到的人 会觉得 这不是又是另外一个 季小军 或者又是另外一个 家家出现了吗 嗯 这个在阿美族的 或者是原住民 悲难族 这些十六族群的 部落里 是常常出现吗 其实不一定 也是奇葩 嗯 他的声音 我觉得他的声音 非常的清纯 不太像一些 原住民有很多的声音 是蛮沙哑的 哦 就像是 马耀是沙哑的 他的声音是非常干净的 嗯 而且有穿透力 对对对 有有有 你讲穿透力 我听懂了 嗯 这个是天成的吧 应该是 你你如果唱 用声乐的唱法的话 就不是这样了 对 哦 他的声音是很真的 就是从里面 就是用真音去唱的 而且是很单纯的声音 嗯 他就是为唱 我们现在讲说 阿美族的民谣 而唱阿美族的民谣 嗯 对不对 一点都没有矫情做作 对 这个东西 这个就难怪说 先走到华人地区去 为什么都是原住民朋友抬头 因为他在最简单 就像你爱美 一把吉他走天下 是吧 你还不需要人家给你放什么卡了 或者不需要人家给你伴奏呢 我告诉你 还是需要的 因为吉他还是比较单 比较单调 会会有限 嗯 你如果大场 会有限制 大场面的话就不适合了 真的 比较窝密一点 比较小的小一点的地方 这样的唱 他会觉得你是对他唱 啊 很舒服的感觉 对 这讲有道理 可是太大的场面 你用吉他太单了 所以你还是有爱美的专辑 跟卡拉代曲 对 一定要的 而且你几乎唱的都是福音歌曲 几乎啊 也未必啊 我也唱那些像 越来乡之类的歌啊 哎呦 好棒啊 哦 我什么歌都唱 因为你要进到 那个福音的里面 你还是要有一些 东西是他能够听得懂的东西啊 要不然他马上排斥 哦 你是 你是来传耶稣的 我就不来听了 嗯 可能就唱一些 他们喜欢的一些民谣啦 当地的一些歌谣啦 然后再进到福音的里面会比较好 有一个媒介啦 哦 我听到你讲夜来香 我真的觉得你唱的应该是很有味道的 是吗 对 因为夜来香不是年轻小朋友 可以唱得到位的 你知道吗 他是有历练的 我听过很多人唱 嗯 但是有一个韩国的 你知道韩国的歌手啊 他去唱这首歌 我觉得诠释的非常好 他是用韩文还是 他是用韩文唱 但是他里面的内容 跟原来夜来香里面的歌词的内容 是不一样的 哦 他是一个电视剧叫做 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是女儿们 好像是这个 这个电视里面的一个主题曲 我一听 哎呦 这个声音啊 真的是跟我们唱中文的那种诠释的方式 有一点不一样 好 这个韩文的歌曲 我们留着等一下 你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 嗯 今天呢 如果要走到一个 呃 我们刚刚跟 艾美老师聊到了 嗯 现在有机会让大家学母语的话 就用他当年得到诗多奖的那个精神 嗯 用唱英文歌曲 而且简单好学的英文歌 让我们来认识母语跟英文 怎么样 可 来 我们来找一首歌好了 好 你说 这首歌是 很多的孩子们都会唱的一首歌 If I give you a golden ring Would you marry marry me Would you marry marry me 女生的 If you give me a golden ring I will never marry you I will never never marry you If I give you a diamond ring Would you marry marry me Would you m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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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If you give me a diamond ring I will never marry you I will never never marry you If I give you all I have Would you marry marry me Would you marry marry me If you give me all you have I will marry marry you I will m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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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O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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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 see You love money but not me I will never never marry you 这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歌 你看你懂得变化了 你以前就这样子吗 在外面唱的时候 唱这首歌 当然要这样唱 要不然你一路这样子唱 你用同一种声音的话 有趣 你会觉得说 哎呀 这首歌怎么那么长啊 嗯 它是一个对唱的 是 我如果给你一个金戒指 你会嫁给我吗 我会 那个女生说 你是说我不会 我不会嫁给你 那我给Diamond吗 那我给你Diamond Ring 你要吗 我 我也不会嫁给你 他说 我把所有的 All I have 我都给你 怎么样 Yes I will marry you 因为他所有的 他拥有都给他 我如果把所有的东西 都给你 如何 他说 好 我就嫁给你 他说 我知道了 I see You love money but not me 对 你爱钱 不是爱我 他说 我不会娶你的 嗯 对 事实上这首歌 为什么唱这么低 是因为 我想说男生的声音 要低一点 是 其实是很难唱的 或者中间 要教的就是 假设语气 嗯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假设语气 可以实现的 假设语气 可以实现的 就要用现在式 嗯 要用现在式 你动词就用现在式 If I give you 那个give giv 它是现在 不是give If I give you a golden ring If I give you golden way golden ring golden ring 金戒指 golden ring If I give you a diamond ring 哇 钻石戒指 If I give you all I have 你看他都说 all my heart all I have 就是我所有 我所有的 I have all I have 对 我把所有的 给你 如何啊 他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 就是说 I will never marry you 我还是不交给你 I will never marry you 你给我金戒指 I will never I will never 然后 diamond ring I will never 最后就说 I will marry you 为什么 是因为I give you all I have 我把所有的 都给你 你会发现 就是说 常常我们用 现在式的时候 都是表示 这个假设法 是可以实现的 是 那么这次里面 我要特别提到 就是说 那个字 M-A-R-R-Y 它是念 marry 它嘴巴打开一点 M-A-R-R-Y 它是念 marry marry 如果是 M-A-R-Y 人民的话 marry marry 对 它不是 marry marry 出嫁的是 marry 嘴巴张开的 marry I will marry you I will marry you Hi Mary Hi Mary Hi Mary M-A-R-Y